對 啊,對 來,請依依,待會兒要搶掉 等你再搶掉 好 對 這裡再舉 嗯 前面好像那個 照到有頭 嗯 然後 嗯 我現在進來 四 四 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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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材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冒昧的請教一下 今天第一次來的可不可以舉手一下 比例蠻高的 所以我還是要一貫介紹一下 進入公益廣告 這個場地叫霞米共食出發 那霞米的主要是因為 他的理念就是說要提升台灣糧食自給率 還有就是說現在大家都吃進口的麵粉 他鼓勵大家吃米 他希望透過吃溫柔的力量 然後能夠活化我們的農地 才散享我們的生活 所以如果大家有路過沈陽路的話 希望大家以後多多來捧一場 然後我們主辦單位 台灣滿野新竹生態協會 是一個環保團體 今年已經漫入第十一年了 那相關的介紹後面有一個 反埔門也報導 那歡迎大家鎖取 那也請大家多多支持我們協會 今天 今天的演講是 蔡家榮先生幫忙策劃的 其實我本人 我今天有大概花了一點時間看了一下 林文宏老師林務菊幫他製作的一個紀錄片 謝謝 然後我就自己回答到 我2004年跟我們的創辦人 還有我們的一些同仁 我們有去過福山植物園 那時候有看到一組研究人員 架著一個攝影機 然後我們就很好奇 他們就一直在看鳥在飛 那我就去前去問你們說 請問你們在看什麼 那後來那時候我第一次聽到林彪 應該是2014年的六月 那我才那時候2014年那次去福山植物園 第一次聽到林彪 十年後很榮幸有機會聽到林先生的演講 那我們現在請蔡家榮先生幫我們介紹林武宏老師 謝謝大家來聽一邊來演講 當時滿野新竹要我策發這四場演講 然後我發Email給林文宏老師 林文宏老師很晚才回應我 因為剛好到我 後來都講到朋友去 所以我本來有點擔心說 到底能不能邀請到林文宏老師 所以我本來打算要邀請另外一個 來演講 結果我就聽秀娟姐 秀娟說 蔡家榮你知道嗎 又有一個人跟你講大韶 一樣精采的那個林文宏 講到林彪你不請他來講 那是太可惜了 所以一定要等到 再怎麼樣都要請到林文宏老師 來跟大家分享這個林彪 能夠我一個人為了一種鳥 或為了猛禽 然後守護一生 就是這樣子的感動 而且不是科班 不是為了在學校寫paper 然後賺錢工作 純粹是為了興趣 這樣子的精神 所以一定要讓大家更深入的了解 林文宏老師過去二十幾年三十年 對於榮琴 對於林彪 對於大韻的這種感動 對大家分享 讓我們把時間充滿 洪秀老師 謝謝主持人 謝謝佳陽老師 我想佳陽老師太抬舉我了 我只是一個喜歡鳥的鳥人 那我特別喜歡老鷹 那我今天因為很榮幸 滿也辛苦 我真的也是敬佩 因為養墓滿久 今天有機會來這個場地 跟大家關心保育關心環保的朋友們來分享 那我今天的題目叫做 山林魅影 認識台灣的母親 以一種神秘大陸的編曲 那過去大概三年來 我常常在講這個題目 是因為我們有一部紀錄片 就叫做山林魅影 那我大概在中段 中段會播放48分鐘的紀錄片給大家看 那在前面先用半導值左右 可能半導值到40分鐘 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台灣有一群很美麗的生物 就是老鷹 那在座不曉得有沒有參加鳥會 或是賞鳥的朋友 喔有 但是不多喔 那這樣更好 因為如果是賞鳥的朋友 都覺得說 好我講的東西他們看多了 沒什麼啦 但是各位如果說 因為事業的忙碌 因為家庭的忙碌 很少有機會到野外 那可能更少有機會看到鳥裡面 更難去仔細觀察的老鷹 你可能會很陌生 但是大家可能很驚訝 我們台灣的鷹類多達33種 那以下呢 因為我想用我的自己喜歡鷹 要說一輩子好像有點誇張了 大家看我好像也半老不小的喔 但是喔 我說一輩子是因為我真的從小 大概五六歲喔 我都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家住在淡水河邊的時候 有短暫的時機 我就非常清楚的說 我每天幾乎都會爬到我家二樓的欄杆 去看河面飛來飛去的鳥 嘴上飄的好美好美 那就是現在有一度喔 有一度很濱臨危險的叫做黑淵 那黑淵就是我們講台灣老鷹 它以前在河邊很多 不然因為河水的汙染 大量的開發 我們的黑淵 成績一度是最普遍的鳥 幾乎台北幾乎看不到 台灣也幾乎很多地方都看不到 到了這兩三年就比較好一點 那我就印象中很清楚 我是喜歡老鷹而已 有時候都問我說 欸 林鴻海 大家都知道你那麼迷老鷹 到底什麼時候開始啊 我就很清楚說我五歲 他說 怎麼會記得那麼清楚 我說 因為我五歲的時候住在黃雲南路 之後我就搬走 我說非常遠 因為住在黃雲南路 我就說 我家的二樓正好可以越過兒子看到的面 我迷上的那些飛來飛去很帥的鳥 因為想要跟大家比較輕鬆的來分享 自己一部分的心怒力 帶領大家認識台灣的老鷹 最後才是我們的主角叫做林鵰 所以我就稍微擺下多一點個人色彩 那我是台北邦尬人 算是老台北人 所以有人講到天龍國天龍國 我就說 我也很討厭天龍國 可是我是邦尬人 我家的隔壁專教 蒙甲教會 雖然現在是一個新的建築物 但是他在我小時候 大概是老建築物 然後更早以前 這個教會就是 我們北台灣有很多很多的教會 馬吉利斯、青創人 大家知道嗎 那我為什麼要提他的教會 我小時候在教會前面問 那個上面清清書寫 叫187多少年 我這個忘了那個 那個一個焚而不悔的一個Mark 在座不曉得幾乎堵 那187多少年 是說這個教堂鑄立在這裡已經多少年 那個比日本人來更早 比國民政府來更早 所以我說我不是天龍國 我是真正的老台灣人 那因為是自己自認為是老台灣人 我們更想要去珍惜我們老台灣的所有 成因美好 但是現在越來越消失的東西 那我小時候 一開始比你對大致還沒有什麼感覺 因為想想看 住在猛獎大都市裡面 哪有什麼機會去再試野生動物 你不要說什麼野生動物 我連看到昆蟲都不容易 我們在台北市 大家什麼東西可以看 但是我媽媽她很喜歡登山健行 她參加健行會常常 禮拜天啊 她就說 我要去爬山 我們有一大群人 你要不要跟我去 我說我從小就說我非常喜歡 那小潔才幾年級 可能二三年級 我就跟著我媽媽 後來每個禮拜都去爬山之後 非常喜歡野外遇到 遇到一隻蟲籽 我就非常驚訝地看 遇到蝴蝶 遇到什麼都會喜歡 遇到更多漂亮的鳥 又更喜歡 後來 但是我很多都不認識 我只知道都會贏 我如果禮拜天那一天 有很多機會看到小朋友 就很期待那一天 之後呢 但是 真的不太認識那些什麼 到了高中 台北鳥會的前生 就是那個時候還是很久以前 那個時候才哪一年大家知道嗎 我高中加入鳥會是1978年 三十幾年前的 那我就跟著鳥會的很多那時候的前輩 就是學習牠們怎麼樣 教我辨認鳥類 還有聽鳥鷹啊 各種技巧 然後我漸漸就知道說 怎麼會查資料 我就認識了我喜歡的這些動物到底是什麼 然後到了大學之後呢 我到新竹去念教大 我就有很多社長對不對 我就加入登山社 因為教大是一個理工為主的學校 他那時候當然沒有什麼喪尿社 自然方面的 生態方面的社長完全沒有 那我想 有登山社 我去參加登山社 我去參加登山社 目的不是為了征服這些高山 當然我是很嚮往 能夠到台灣的 我從來沒有去過的 百月三千公里以上去 但是我更希望的是 我能不能去看到中高海保 從來沒見過更多的生物 結果我去跟著學長去爬山 那學長是滿照顧我們的 可是也不希望我們這些 剛進來的學弟們走得太慢 因為登高山都有行程的壓力 那我就都不敢落後 可是每次一休息 他說好休息個五分鐘好了 我就趕快拿光眼鏡 偷偷在附近找鳥看 然後他們一開始出發 我就說圈上 我過兩三分鐘在追上 我就趁著這個礦檔趕快找鳥看 就漸漸在高山尾 比較認識更多的動物 那就越來越喜歡野生動物 那我大學畢業之後呢 我是念資訊工程的 本來是有機會在電腦行業 去留下來 但是正好我參加了台北苗會 後來是叫做中華苗會 有一個機會說 墾丁國安公園成立沒多久 然後墾丁國安公園有很多很多的 生物資源需要做第一次的全園區的調查 其中有一樣東西 他們都知道我一定有興趣 叫做鳴琴 墾丁國安公園全區的鳴琴調查 有一個一年的期望 然後需要有一個人去那邊做一年的助理 就是做調查 然後台北苗 大家雖然有興趣 沒有人想說去墾丁住一年的 怎麼有辦法 結果一問我 我說好啊我要去 結果我就把本來要留在資訊工程那邊當 當工程師的就放棄掉了 就來當這個助理 然後 大家知道已經三年 多少年前了 反正 我的薪水本來已經 將近四萬塊了 來當這個助理薪水一萬八 開始請教 但是 我就非常非常高興說 我有機會去我非常 嚮往的那個墾丁的比海藍店 結果 那一年是1989年 從此之後我就 吊吊啊 我就一輩子了喔 被蒙奇吸引到 再也不能自拔 那 雖然如果到處 我以前講說 幫大家介紹台灣有很多種情 但是其實 我就跟很多關心生態的老師一樣 我絕對不是說只有注重母親 或者注重鳥 其實我什麼動物都很喜歡 同時我也知道說 所有的動物 所有的生物 以及它的七型環境是環環相扣的 所以 保育你不能只關心某種動物 你根本要關心環保 你不能關心說 污染問題跟我無關 我的生活喜歡的動物還活得好 你如果不關心其他動物 環環相扣有一天 所有動物都會有問題的 那台灣的野生動物 大家可能 如果說沒有很多機會去給外的話 其實我們台灣的動物像很豐富 其中最豐富的不是 大家想像中在外國我們看那個 飛洲或者說北極熊 那北極或者說大洋裡面 那些大動物我們台灣很少 我們台灣很豐富的是小動物 那小動物不但多 而且相當的可愛 生態各種行為都有趣 像大家看 大家看這個 這個蝸牛叫做燉蝸牛 它是有蝸的 蝸牛 他們想說硬硬的蝸牛 應該也會太蝸 那如果任何人第一次看到 都會覺得好可愛喔 可是它其實在我們台北市的周遭 每個潛山都有 它是很普遍的蝸牛 那像這個是南部才有 可是它也很普遍 你如果到墾丁國安門的任何地方 停車長一停 說不定你車子一開就壓碎好幾隻 因為那個草地上很多地方都有 像這種綠色的鐵碎樹蛙 我們台灣綠色的樹蛙就有好多種 而且幾乎都是特有種 叫聲不只是漂亮 叫聲也非常的可愛 然後我們講到螃蟹的人 想到就是說 現在吃那個什麼花蟹喔 蟹也見不到 沒錯我們海裡面有很多可以吃的蟹 但是橋間帶有很多不能吃的 我們不要都講吃 其實蟹總會非常多 它有陸地上喔 大家可能沒想到說 連山裡面 你覺得好像明明已經離海很遠了 很多像恆春 離海已經滿遠的 恆春的山上 都還有很多這種陸蟹 那這個是胸肯圓軸蟹 這些陸蟹都很漂亮很可愛 那蛇根本是台灣有五十幾種的陸漆蛇類 那我要替蛇跟大家請命 就是說很多人看到蛇就覺得一定很可怕 而且一定要把牠打死 而且甚至於覺得把蛇打死是做好事 免得牠去咬死別人 這種台灣的蛇真正說滿有毒 有毒到會置人於重傷到死掉的只有六種 而且這六種裡面沒有任何一種會遺動攻擊的 真的被蛇咬的真的是很多是不小心踩到牠 或者不小心摸到牠 牠才咬你頭 所以說我們盡量把它趕開就好 而且很多地方蛇本來就住在那裡 不應該是說 因為我們人類要在山裡面蓋一個社區體 然後讓蛇跑到你家 就說這個蛇入侵的民宅把牠殺死 其實是我們先入侵牠的領域 然後青蛙啦 然後哺乳動物 我們台灣的野生動物整個架構就是說小的很多 到了中型的就比較少 所以說真的很大型的滿少的 但是中小型的也是都很可愛 像這個白面無鼠 這個是最大的水路 這個如果爬比較高山會有機會看到 三槍在中地海拔就有 各種小型的這個是居青那一類 那這個是我故意把它放在中間 去年還是前年就不關了 他就是臭名滿天下 他本身也是有一點臭 可是人家生活在山裡面好端端的 又突然之間變成說我們台灣的狂典病 都是它害我的 然後一下子好像看到這個就要鋪滅 其實或許狂典病的帶緣它是會帶緣 可是我們比較懂生物的一些學者朋友們 就是說說不定帶緣很久了 然後全世界有狂典病 就是有狂典病國家其實非常多 就是完全宣布狂典病絕跡的國家其實很少 那但是大家記不記得很恐慌對不對 大家覺得說親愛的狂典 萬一你家有養狗養貓 會不會接著就得到狂典病 接著你心愛的狗在咬你一口 好可怕喔 每個人都想的好恐怖 情況到最後有沒有發生 最後有沒有任何 台灣有沒有任何一個人死於狂典病 已經一年多兩年了 完全沒有發生 所以這代表說大家太危言聳聽了 你要試著去了解說我們生活的環境 本來就有很多危險 不是因為你之前不知道 可能有一點你知道的說 太可怕了這麼危險 其實人家告訴你說那個危險已經存在一百年了 所以我們要去知道 我們生活環境本來就不是絕對安全的 可是我們要試著去尋求我們怎麼樣的相處之道 而不是說把你認為危險的東西就殺光 那可能要先把人殺光 人是最危險的 那這個穿山甲 這個是很多都被抓去入藥 結果也是被 很可憐 非常非常溫馴的動物 只會吃螞蟻而已 結果大部分都被抓被殺了 那說到很多動物 大家 我每個人幾乎都會喜歡某一類的動物 我們人類其實是蠻喜歡的動物 但是有些人討厭 你看 討厭蛇人占多數 有人討厭蚊蟲 有人討厭老鼠 可是喔 我就發現說很少人說他討厭鳥 因為鳥是一個很好行的動物 他有羽毛對不對 羽毛就會把這種靈片 噁心的東西都沒有了 就包起來 羽毛是很可愛很漂亮的 加上羽毛是彩色的 加上鳥還會唱歌 我們很幸運喔 台灣鳥現在已經有六百多種的紀錄了 就是非常的豐富也很可愛 所以說 而且這鳥喔 我們在台灣甚至連都市裡面的鳥 都算滿多的 因為我去過一些其他國家 譬如說越南的都市啦 我們廣州 甚至連漢城 首爾 鳥都很少耶 我們台北市反而是喔 即使是車飛馬龍的地方 班鳩啦 綠秀岩 白龍啊 麻雀啊 甚至有時候喜鹊啦 什麼外來種的 什麼兩鳥啦 各種八哥啦 還滿熱鬧的 所以我們台灣其實是一個賞鳥的 算不能講天堂啦 但是算是賞鳥的非常好的地方 所以有賞鳥活動在台灣喔 滿風險的 但是在我幾萬所有動物裡面呢 我最早名猛金 那猛金喔 我們台灣有多達33種 但是在比較 可能譬如說20年以前或者更早 這裡面多數我們都只知道有 但是幾乎都不大認識他 他有什麼行為 有什麼生態 有什麼特別的 每年大概是遷移的 還是完全住在台灣 遷移來台灣 到底一年有多少隻 幾乎都沒有什麼資料 但後來呢 很多鳥有 加上兩位學家 大家一起努力做很多紀錄 之後慢慢了解他 那猛琴喔 我就來簡單介紹一下猛琴 猛琴就好比 超過於黑機裡面的戰鬥機 他專門負責把別人擊落 殺死別人 因為猛琴喔 這是美國的國鳥 叫白頭海膠 那其實 是很兇悍沒錯 但是兇悍中 他也具有一種 強悍的美喔 大家看他的眼神 非常銳利喔 那猛琴是古籍裡面有提到說 我們把鳥分成了好幾大類 其中游泳的叫游琴 行走的叫走琴 然後水鳥站在水面的叫射琴 會唱歌的叫冥琴 那猛琴就是兇猛的鳥 那其實他在分類學上是 之前是一個木啦 現在最新的分類分成兩個木 就是音跟準兩個木並存 那所以我們當時叫猛琴喔 如果要講比較稍微專門一點點 叫做音準 那為什麼不是只有講老音 因為猛琴有兩大類喔 其中有一類叫準 有一類叫音 這兩個互相 並不是對方的 重屬於對方 這單獨的一類 那兩種都是很兇悍的鳥 音是可以滑翔的很高很高 飛的很慢 準是可以充斥的非常亮快 那猛琴喔 在全世界所有的民族 所有的文化幾乎都 從古代到現在 大部分的民族都有神話 各種傳說 各種崇拜的神奇 或者就是故事提到母琴 尤其是游牧民族 大家知道最崇拜永勤的民族 是中亞的游牧民族 是相當多國家 相當多民族 因為他們古代 在很荒涼的草原上 他們游牧民族不像我們農業的民族 就可以種田種稻 就可以東西吃嘛對不對 他們其實很乾旱 所以不能靠農業 只能畜牧 那畜牧呢 牛慢慢長慢慢長 牛羊長得很慢 他們平常是 把牛羊當作自己的生命一樣 是捨不得說 今天肚子餓了 就傻一頭來吃 是絕對捨不得的 還要去賣錢的 有看到草原上 就有野兔子 在那邊跳來跳去 就很想說 抓一隻野兔子 今天就有肉可以吃了 結果那兔子跑得多快啊 你看他在那邊吃早飯 等到你一追 那古色的人幾千零的人 除了石頭跟弓箭 弓箭很射不準 石頭也砸不準 根本追不到野兔 對不對 等到你快要追到他 一下子鑽到地底大洞裡面 可是這座看到空中 突然之間 一個黑影從非常高空落下來 瞬間那個野兔已經飛起來了 被那隻鷹提起來了 那有好多種鷹 抓野兔易如反掌 一天要吃掉好幾隻野兔 所以遊牧民族就非常崇拜說 說這個鷹抓野兔 比我們人強太多了 那我都辦不到 他怎麼辦得到 後來有很聰明的遊牧民族的長者 就想到說 那我有沒有可能去養這個鷹 他來幫我抓野兔 結果他們真的辦到了 他們去找到鷹巢 鷹巢比較懸崖對不對 那野生的鷹 如果是大隻的鷹 鷹當然很野還沒辦法馴服 可是他去鷹巢 把那個小鷹 才剛剛長出來半大不小的小鷹 抓下來 帶回家去餵他吃肉 那小鷹慢慢長大了呢 就把這個人呢 當作他父母一樣 就跟我們養狗一樣 對不對 但是他本身的飛行技能 還是存在 那這個主人呢 讓他在野外練飛之後 這個由他養大的鷹人 就衝出去抓野兔回來 帶回家奉獻給主人 然後主人再隔一小塊路 可以套賞他 所以這就是鷹鷹的由來 所以有牧民都非常崇拜鷹 可是喔 大家知道說 鷹鷹是一種 很有智慧的利用野生動物 為什麼 怎麼說 我剛剛不是提到說 他們是去把那個才幼年的鷹 才半歲大的幼鷹抓來養嗎 可是大概頂多 頂多頂多用兩年 到了第三年 他就故意騎著馬 或者把那個鷹 把他的鷹帶到很遠的地方之後 把他放掉之後 就趕快人就跑掉了 那鷹把他通通玩了 玩了很久 等到你落下來找不到主人 他就 鷹又很傷心 主人故意把他拋棄了 其實是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長大了 他可以求偶 可以繁殖 那原物品如果知道說 我幫你回大智慧 我要讓你再繁殖後代 那將來我如果要需要鷹的話 我再找小鷹就好了 所以那是一個永續利用 鷹是一個永續利用 但是我們台灣啊 有一些養鷹人啊 把鷹買來喔 架在手上 然後到公園裡面 秀 好像就是炫耀一輩子 其實那個鷹也 不讓你自由飛翔 多半 我是想多半 這些養鷹的人是 是愛鷹沒錯 但是他們用的方法 其實只是想要擁有那些鷹 那樣子是 對我來講是 不怎麼人道的 那大家看喔 在世界各國 即使到今天 有多少國家的鈔票 塗騰錢幣 大家講到美金上面 都有鷹對不對 不但國鳥是鷹啊 郵票帳 各種 然後在球隊啊 你看美國世界上最強國家 如果是一支棒球隊 一支籃球隊 取名字 絕對會有老鷹 對 亞特蘭大鷹 什麼什麼鷹對不對 所以鷹在全世界的 多數的民族來講 佔有很重要的地位 可是很奇怪喔 我就發現有一個民族 對鷹無感 完全無感 請問是什麼民族 漢民族 沒錯 就是我們 不要懷疑 我看了好多的世界各國 幾乎沒有哪一個民族 我去國外開會 我遇到一個歐蘭人 我說我 我跟他 根本 我們不是 跟鷹沒有什麼觀點 對不對 或是說我是台灣人 他說他是歐蘭 然後問我來做什麼 他說 我來做鳥類研究 他說哪一種鳥 我就有點不好意思 想說越講越來更滿 對不對 我說鷹 他說 我們全波蘭人都愛死鷹了 因為鷹 波蘭是我們的國民 我們波蘭人 鷹是我們波蘭人的祖先 就這樣講 很普遍 很多民族 一講到鷹就很興奮 但是漢民族喔 你就要講 出國後頭十二生教裡面有沒有 沒有 沒有對不對 女性廟裡拜拜 整個廟的所有裝飾品裡面 裝飾啦 有龍對不對 有鳳 是不是有麒麟 烏龜什麼 你想到的 牛蛙馬有時候都有 有沒有鷹 沒有 那請問各位 有沒有想一個 漢民族跟鷹柳般的神話 故事給我 雷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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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生活在農村的實地棺材有 可是 我們所謂中華文化裡面 其實漢民族 對鷹很無感 但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只知道有這個現象 但是最近 你看有一個戰鬥機 現在也跨著 把鷹坐在上面 這個叫做 金國號 現在也來學外國 那全世界 到底有多少種鷹 這邊 這個分別說有304種 那其實 這個數字還要變來變去 因為 假飛學家現在用DNA 做出更多更多的分類 所以這個數字好像會變越多 那大家看 我們全世界的鷹 這裡好了 直接看這裡就好 總共有83個數304種 我們台灣 有其中的18個數33種 也就是說 全世界有304種鷹 我們有33種 超過十分之一 可是我們台灣 只是一個好小小的島 對不對 就有全世界十分之一的鷹種類 那鷹的 跟其他鳥最大不同 鷹是一個專門吃別人的肉 才能夠活下來的 所以說它 我們講說它 是 自食其力 但是它那個力 真的是力量的力 它不像說 很多小鳥吃果子 一棵樹要一截果子 只要一棵樹一截果子 就是密密麻麻的果子 對不對 那隻鳥大概 兩個禮拜內 就其中 我們站在那個樹上 就已經吃飽了 或者說 有些小鳥 只是吃小蟲 小蟲也很多 但是鷹 有些要吃老鼠 有些要吃兔子 有些要吃魚 有些要吃其他的鳥 它吃的每一頓飯 其實都是很不容易獲得的 所以它有特殊的分領 那特殊的分領 它有四個步驟 它要先能夠搜尋 能夠看到 找到 那看到小鳥就是 它有非常銳利的眼睛 眼視力 通常是視力最好 然後有些 甚至連嗅覺 連聽覺都很好 都是為了要幫助他們 找到獵物在哪裡 可是當它找到獵物了 第二個動作是要追得到 你不能光看到 但是追不到不行 所以說 鷹腿有非常好的速度 第三個動作是 當它已經真的追到了 它要把那個動物殺死 那這個殺死 就是整個生物的演化裡面 它最特殊的地方就是 它有殺死別動的武器 是什麼 是它的爪子 它的爪子力量非常大 所以它的兩個爪子 就好像刀刃 或者鉗子 這樣子的武器 全世界所有的幾十目的鳥裡面 只有白天的鷹 晚上的貓頭鷹 還有一個小類別 叫做柏勞鳥 只有這三種 有可以把對方殺死的腳固 最後呢 殺死對方之後 它要去吃那個肉 大家不要認為說 已經殺死了 要吃還不容易嗎 沒那麼容易耶 大家知道說 假設我剛剛繼續來講那個兔子 假設一隻兔子已經被一隻鷹殺死了 兔子都是肉啊 可是它外面有毛 還有皮把它包住 各位想想看喔 如果是我們人喔 假設你敢吃生肉 你很餓 你要吃一隻兔子的肉 可能沒那麼容易耶 你用指甲在那邊搞了個半邊 那個皮是很堅韌的 大家想想看對不對 你可能搞了半天 最後還是吃不到 只好拿石頭在那邊亂砸亂敲 因為你沒辦法把它的皮撕開對不對 可是鷹有一個專門撕開來的地方 叫做嘴巴 它那個嘴巴是勾的喔 一撕 就把 它這個嘴巴喔 很特別喔 鷹的眼視力非常好 但是 我們來看這個嘴巴 這個嘴巴的前面是勾的 所以它像一個可以把肉挑起來的 然後兩邊喔 是非常銳利的刀片 然後刀片要割下去的時候呢 再靠下嘴喔 下嘴給它夾住 所以就像剪刀 所以它兼具了幾樣東西呢 這個地方就像一個叉子 叉子、鑼子、刀子、刀片、剪刀 什麼都有 所以它要吃西餐 現在一套全部都有了 那我們講喔 鷹喔 真的在飛行在空中的時候 我們一眼就覺得它 我們幾乎不管有沒有看過鷹 一眼你就知道它是一個鷹 為什麼 鷹跟其他鳥不一樣 就是它一個翅膀非常的大 然後它會滑翔 大家知道 我們其他鳥翅膀比較小 翅膀比較小 就沒辦法在空中停留太久 因為到最後就會掉下來 所以只好拍翅膀 所以大家想想鴿子怎麼飛 就是邊拍翅膀邊飛 你知道鴿子可不可以在空中滑翔 它可能滑翔個三四秒可以 但是沒辦法滑太久 它一定會掉下來 它不得不拍翅膀 可是鷹喔 翅膀非常寬大 所以它可以在空中滑很久很久 如果說是鷹 這一隻就是鷹膀 鷹膀常常翅膀都沒動 在空中大概半小時了 你看它還在那邊慢慢彈 就是很厲害 那這一隻就是所謂的準 準的翅膀是尖的 這一隻叫做油準 它也可以在空中滑對不對 但是尖翅膀的特色是 它如果要加速的時候 它可以達到極高極高的速度 所以一隻油準 補充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那個時數就是世界紀錄 世界鳥類的紀錄是有準的補充 時數是300公里 300是沙奈油最貴的跑車 你要那種幾千塊的跑車 衝到最快你可能達不到300 200多 所以它沒得來快 高鐵就300公里 喔高鐵 它就比比較高鐵 所以標點比較快一點 那這個影接我就跳過去就好了 那 剛剛提到 爪子是 所以大概要有一點區別 就是說一隻鷹嘴巴也很銳利 爪子也很銳利 爪子是用來殺死對方的武器 爪子 但是勾的嘴巴是用來吃東西的時候 然後把肉撕裂了 總之猛禽很神奇 就是說全世界的所有陸地都有猛禽 這跟別的類型的鳥不一樣 大家知道說我們鳥類 分類上有好多類對不對 但如果是 譬如說是化眉科 化眉這一類的 它就只有森林裡面有化眉 那你如果是海鷗這一類的 就只有海邊水域才有 如果是水鳥預言科 也就是沼澤地淺灘才有 你不會說 在森林裡面去找一個海鷗 然後跑到海邊要找化眉 是找不到的 每一類的鳥都有它特有的棲林 但是只有猛禽是例外 猛禽的三百多種分布在 北極開始到北溫帶的洞原 真夜林到草原到半沙漠地帶 到熱帶雨林的裡面到沼澤地到海島 全世界所有的陸地 除了南極 所有的陸域都有猛禽 所以猛禽是一個跨生代界的六星者 那我們這邊 直接跳到這裡 我們台灣有三十三種猛禽 大家一定對這些名字也很陌生 但是沒有關係 不需要去記這些名字 但是我們來欣賞一下這些怪字 因為都是怪字 魚鷹這個 鷹大家知道 吃魚的鷹 魚鷹就是專門吃魚的 黑罐捐准 這個魚的怪異 東方蜂鷹這個專門吃蜜蜂跟虎頭蜂 大家會想說蜜蜂跟虎頭蜂有什麼營養嗎 其實它是吃它的蛹 它一找到整個蜂的蜂窩 蜂窩裡面有非常多的蛹 幾千個蛹 它靠吃那個蛹是很營養的 黑刺鷹 蛇雕 蛇雕 這是專門吃蛇的 因為很大隻 所以叫蛇雕 突舊 這個大家就知道說 是那種人死掉的喔 北方的草原人死 動物死掉的會有很大型的嬰兒吃的 就是突舊 白尾海雕 白布海雕 海雕 它就是顧名思義住在海邊的嬂 黑邊就是我剛剛講的 我們台灣的河川本來很多的 東方拙藥 灰藥 雀藥 蒼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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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雀鷹 如果是叫做什麼什麼雀鷹 就是它很會吃小鳥 不一定是麻雀啦 我扮成小鳥 吃小鳥的音叫做雀鷹 日本松雀鷹 赤腹鷹 歸面狂鷹 它有個字叫狂 狂是因為那一類的鷹 就不知道要怎麼形容它 找一個古字來給它 那如果是叫做雀 就是很大隻 很強壯的很大隻叫做雀 很大隻但是頭頂眉毛那個叫舊 舊就是突舊的意思 所以有這些怪字 那大家有注意到剛剛 這裡面為什麼兩種顏色 33種英國為什麼要兩種顏色 是因為其中如果是橘色的 橘紅色的代表它一輩子都住在台灣 所以它就是不會遷移的 不會長途長途旅行的 它就是生於台灣 長於台灣 死於台灣 那如果是黃色的 全部都是候鳥 後鳥是說他們幾乎都不是出生在台灣 出生在日本或者中國大陸 或者其他地方 然後它會遷移 然後會經過台灣 所以有台灣在每個季節會看到這些音 可是另外一個季節它又消失了 所以叫做過境鳥 或者是東後鳥 那台灣只有1 2 3 4 5 6 7 8 只有8種英式 流漆性的 流漆性的 那接下來我先秀一些 我們來看一些照片 之後再來看影片 那其中喔 流漆性的 因為過去大概 真的將近二十幾 二十幾年 將近三十年 我在野外 不管是賞鳥 還是後來漸漸地去執行一些研究計畫 都是在 大部分都是流漆性的 因為我的調查研究的主題 所以這些音是我最關心的 那東方鳥有時候也是有過境的 東方鳥 東方鳥我們大概在七八年前 或者五六年前的更早以前 我們都以為它是過境 但到了這五年 經過了好幾個研究交叉的檢查 幾乎發現我們過去完全搞錯了 牠是什麼樣的鳥呢 牠非常特別 牠是一個在台灣島那裡遷移的鳥 牠譬如說出生的時候 是在台灣北部出生的 然後在春天到 就是說可能是在五月出生 到了九月牠就到台灣南部去畢東 然後到了隔年的四五月 牠又回到北部 牠都沒有離開台灣 但是牠真的會遷移 也就是說這個鳥 東半年下半年多半是在北部 而且包括房子 牠來北部也是生下一代 到了東半年牠就全部跑到南部去 所以我們每個地方都會看牠過境期 因為牠在島內遷移的時候 正好也是真正人家北方到南方的過境鳥在遷移的時候 就看到風雲會跟著灰面狂暈 吃風雲在遷移 所以我們過去長達三十年來的每個地方紀錄 都是過境遷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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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呢 經過照片的比對 經過DNA的比對 經過更最精確的是衛星發報器 從中環理教院的劉曉華老師 還有我們台灣母研究會 後半段是台灣母研究會 繼續做 我們在至少五支風雲車上掛衛星發報器 他會給位置對不對 我們只要在電腦上面接收他的資料 結果發現鄧古茲沒有任何一支離開台灣 經過了三年 你就會在台灣照顧照去 我們都一直搞訊息說 我們以前搞錯了 他是 所以他還是算留鳥 那我現在先讓大家看一些照片 因為講了一大堆英格 可是大家其實沒有什麼感覺 可能因為 可能因為 這邊喔 是挑少數幾種我自己拍的 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 我也不敢用別人的照片 那我拍的勉強而已 沒有說拍的特別好 但是大家可以認識一下 像這支音叫做鳳頭章 他 他不是很大隻 大概四十幾公分 很長 但是他很會抓其他的鳥 還有鬆水 他是森林裡面的陰 那這支比較大 這支就是大冠袖 或者叫做蛇雕 他是專門吃蛇的 那這個蛇雕 他不是很怕人 他常常在淺山的地方 他會停在我們人類道路兩邊 或者防射附近的柱子上 你如果說大概保持距離 大概50公尺外 你就有機會看到一支很大的黑鷹 站在那邊很帥 那他為什麼都 站在柱子上 因為他其實是在抓地上 他最喜歡吃蛇跟蜥蜴 那他的抓狂不是在空中 飛來飛去到處找 為什麼不是這樣找 這樣找的效率對他比較低 他會判斷 判斷有一個地方 譬如說有一塊裸地 然後人不多 他會覺得說 會有蛇從那邊出現 他用埋伏 守株待兔的方式 就是說他站在這邊 然後蛇的視力不好 蛇不曉得有一個大大的眼睛在空中 從上面看著他 當蛇爬出來的時候他很聰明 蛇會從比較一面這樣 慢慢慢慢爬出來 然後蛇也會小心說有沒有敵人 可是蛇的視力沒有好到看到他 他會等到蛇已經跑到 這個空地幾乎是最中央 為什麼要到最中央 如果在邊緣 他萬一沒追好 那個蛇很快找個洞一鑽 他就追不到 因為他沒辦法去抓洞裡面的東西 所以我親眼看到那種 整個抓蛇很重 他就明明就已經看到蛇 因為我看到眼睛突然間 完全定住不動 然後整個毛豎起來很緊張 然後就看了真的有一尾蛇 蛇慢慢慢慢爬出來 然後那蛇奇怪 他怎麼還不抓還不抓 我在看他到底什麼時候他在抓 他一直等到蛇跑到 這塊空曠地的比較中間 衝下去 那蛇很緊張 蛇趕快跑的時候 他還用跑的去追 他很會跑 後來才知道說 原來大官就 在地上跑了是他的 然後跑了幾公尺 然後抓到那個蛇 趁著那個蛇還沒有鑽進去 然後抓到他 最後就幹掉他了 所以他們都是用這種 所以他很喜歡找一個 視覺好的電線感 或者樹枝頭 然後地上有一些裸地的地方 運找蛇 那小時候翅膀會比較快? 會 會保持平衡 蠻有趣的 那這個鳳頭插音 你看鳳頭插音 這個地方有很多溫度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迷彩 迷彩意思是說 他是要抓別的鳥 那鳥跟蛇就不一樣 鳥的視力就很好 所以鳥如果說 他如果站在很明顯的地方 他要吃鳥 他怎麼可能站在很明顯的地方 其他鳥老早就躲開來 對不對 所以他喔 他身上很迷彩 他找在那個隱密的地方 他這個時候可能是吃飽的 否則他會站得更隱密喔 隱密到連我們商料人啊 甚至專門在調查門前的 因為我們有時候到處找 沒有注意到 有一隻鳳頭上就躲在零間 然後小鳥老不小心地都被外面 然後突然衝出來 所以他也是用蠻蠻蠻的方式 然後大家看看這個 這樣很驚人 這不是燕子喔 這是真的陰喔 這個叫做赤負陰 然後各位知不知道說 赤負陰現在 就在這幾天開始大量的過境 他的過境期喔 從9月1號一直到10月中旬 一個多月裡面 他通常會有一天到達最高峰嘛 我指的是肯尼國安公園 那這一天通常是在9月15號左右 15到20時間 所以快囉 然後大家知道 紀錄一天最多多少隻嗎 兩萬 兩萬多 那一整季喔 從9月初到整個秋天9月初到10月底 可以過近超過20萬 我們的最高紀錄是22萬隻 然後這都是我們台灣五年優惠 過去十年來的 從9月1號到10月31號 每天就是我們這個學會的情緣 在那邊一隻一隻的數 大家會說 這個兩萬隻怎麼數啊 有什麼好像是不是用孤的 我告訴各位喔 不是孤的 一隻一隻數的 很難想像喔 那有一位蔡宜龍先生 他在肯定他數了二十幾年了 他數得非常好 但是我們後繼者還有很多 我們的會員 都是在那邊做這個數銀的工作 那這就是我們台灣過境 出軍最大的總金赤富銀 他是從朝鮮、半島 跟更北的地方來的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就是林雕 林雕哦 大家看他長得很特別 就是 他的翅膀末端就是一根一根 翹得很長 這個是他形態上很好認的地方 其實說實在 如果大家有看到一隻鳥 一隻黑的鳥長這個樣子 就是林雕 你其實第一次就要給他認出來 他沒有很難認 他很好認 但是他很少 所以你要遇到他真的也不大容易 那他喔 有時候會 你如果靜靜一個人 都不要去做很大的動作 他沒有很怕人喔 你如果是在中海拔 然後一千多公尺、兩千公尺的山區 你甚至在馬路上 你也不用躲到什麼原始森林 直到那馬路上沒什麼車 有機會林雕正好出來巡逆的時候 就飄過你頭頂 這個就是我站在一個 真的就站在一個馬路上 飄過我頭頂 他不是沒看到我啊 他有看到我 但是他有王者之風 他就很不會怕 他覺得他才這個王 這個是林雕 大家欣賞一下 很漂亮的鳥 而且很大隻 他的翅膀打開要 將近一百八十公分 這是兩邊 所以他是全台灣的 柳七鳥類裡面 翅膀最長的一種鳥 那這個是大冠鳥的幼鳥 幼鳥他有個冠 冠的意思就是羽毛俏皮 叫做冠 那因為冠 他的冠很理解 都叫做大冠鳥 他有另外一個名字叫蛇雕 就是他專門吃蛇 這個是赤福音的幼鳥 赤福音的成鳥 很好認 他兩邊的很黑的 那這個是蛇雕的成鳥 這個是灰面狂音 就是到了十月 報紙就會報道說 喔 灰面狂音來了 每年大概會有三到四萬隻通過墾丁 它致福音會到十五萬到二十萬隻 這個是林雕 這也是林雕 那林雕它領域非常大 那大家知道林雕是 就是台灣的牛鳥 牛鳥的意思就是住在台灣林雕 他們並不是說成群住在一起喔 不是喔 幾乎都是一對一對的 在哪一個領域 那林雕的領域非常大 所以說我們在山區調查林雕的時候 就是有時候要等很久 因為很廣大的一邊地區 只有一隻到兩隻 那一隻到兩隻也說 它飛到山頭的另外一邊 你就整個一整天都等不到它 但有時候好不容易出來的喔 就很興奮 那這個蛇雕是比較 領域很小 比較會成群的 所以它有時候會五六隻飛在一起 它這樣比較輕人 我們台北四周都可以看得到 鳳頭藏衣 這是一隻林雕的用 等一下大家在影片裡面會 到了最後會提到 有一隻林雕它成長 最後長大了 那個父母的山子 就是山雕共飛 因為父母各一隻嘛 它是獨生子 這一隻就是那隻 最後很順利的離朝的那隻幼蟻 我從山裡看它 從我的腳底下被我飛走 很帥的 這就是那隻幼蟻 那這是父母飛在一起 這個是黑鴻 這是平地喔 本來很常見的 這個是灰面狂音 這種成一大群的喔 是他們在成群在遷移的時候 你就會有機會看到這個 就是成大群一起遷移的音 這是嘴 這是一種很可愛的小型嘴 叫做紅嘴 它背上很紅 這個是冬天才有 所以叫做東諾鳥 非常可愛 也沒多大 之地 可能比鴿子還小一點 但是它瘦頭長長 它只吃一些蝗蟲啦 小小鳥 所以說起來是 是凡婚序的一種小猛蟲 那有時候小猛蟲喔 脾氣還比大猛蟲還要兇 所以大家想看它野外 像我們剛剛在野外運到的是 看到了什麼 兩隻猛蟲誰被誰欺負啊 大猛蟲被小猛蟲欺負 有時候小猛蟲拼命在攻擊大猛蟲 就是追撞啊頂撞它 然後大猛蟲閃來閃去閃不掉 大家就很奇怪說 奇怪 大猛蟲這麼有力可能會怕它 因為小猛蟲比較靈活 那大猛蟲轉換 那什麼都沒有它來的靈活 所以小猛蟲有時候 就故意在修理大猛蟲 那他們那個修理其實也是 有點類似在玩啦 因為平常好像沒什麼好玩的 可以玩就來逗多它 那大家都知道這是101嘛 我們台北是個盆地嘛 所以四周的小山其實鷹不少耶 尤其像大貫就碰窩那一 很容易就看得到 當然要比較好天氣的時候 因為鷹喔喜歡在比較乾溫暖的空氣 像狀況下飛 那這個就是魚鷹 我們剛剛記不記得它名字裡面 有一種專門吃魚的鷹叫魚鷹 魚鷹很漂亮 然後它是唯一喔 可以衝到水底下抓魚的鷹 其他鷹都沒有潛水的能力 只有它有 這個是 這個叫做東方折藥 這也是東後鳥 然後這看起來好像滿荒野的喔 大家知道這是哪裡 這是滑翔橋 那個中心 就是滑翔橋跟中心橋中間的滑翔公園 旁邊的鷹尾而已 所以那個鷹尾有時候 東邊也會有鷹在那邊過一整個公園 這個是大貫舊 你看到這樣喔 而且它其實還滿常見的 這個是尤准 就是我剛剛提到全世界飛行 俯衝最快最快的鷹 它是迅鷹人 養鷹人自主 古代的養鷹人把它視為極貧 抓鳥的極貧 它可以抓一隻比它大很多的鷹 有一些野燕如 野鴨子 是非常大的 好幾公斤 這個尤准才一公斤 那它怎麼把空中一個比它大好幾公斤的鳥 抓下來 它不是用抓的 它用俯衝的喔 從它的後腦袋 一拳一打 大家知道嗎 那根野鴨直接被它打死 那空中就已經 就已經被它打昏了 然後直接墜落 摔起在地上 它在倒地上也慢慢吃它 好我們照片就看到這裡 那再來我們來看那個影片 那這個影片是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這部影片 是一個真實的紀錄片 就是說它並不是為了 譬如說有一筆製作費用 所以我們特別演給大家看 不是 它前後長達18年的時間 是我們的紀錄 我們整個研究團隊的成員 我們非常非常幸運 在我們在做這個研究的過程中 我們的成員裡面有一位 他對於生態影片的攝影 非常的有興趣 但是那時候他還不怎麼有名 從第一年看他有拍到 最後他到了18年後的今天 他已經是非常有名的大 生態裡面的大腿 他叫做梁傑德 那梁傑德在我們台灣的 野生動物跟鳥類的生態影片裡面 是非常有名的導演 那他其實在十幾年前 就是我們林彪調查的成員 所以是因為他幫我們做策錄 所以我們才有這個影片的產生 那接下來我就把給大家看 做 meter的成員 都是明星那種吃鮪 西瓜 淋水 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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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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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的梦想究竟能带来多大的力量 长期以来 母亲研究者林文宏 不断地朝着森林出发 经过多年的寻寻秘秘 2008年 他终于找到 生平第一座林雕的巢 为了完成这个愿望 足足花了他 十四年的时间 从小我就被猛禽所吸引 多年来 我一直想要了解这群特异的鸟类 它们对我而言 有一股难以言喻的魅力 在蒙家长大的文宏 经常在淡水河上见到飞鹰 那些景象深深浪映在他年幼的心中 从此 这个回忆时需引领着他 成为一位猛禽的追寻者 1980年 我高中刚毕业 在西头旅行时 意外在凤华山的树梢 见到一个巨大的黑影越过 当时 我不知道他究竟是谁 多年来 这个谜一直在我的心里等待解答 张文宏着迷的焦点 不仅是台湾濒临绝肿的西游鸟类 也是台湾鸟类学史上 最晚被发现的流济性鸟类 然而 它的传奇却从未被人揭露 我找了许多资料 才发现 原来在1822年 它第一次在人类典类中被记载 这年 荷兰鸟类学家丹氏 在印尼找蛙 得到一只黑色大鹰的标本 它无法确认种类 只能称它为四渊的雕 1935年 在台湾博物馆任职的日本人 枫野铁吉 获得一支来自嘉义达邦社的 陌生猛情标本 五年之后 鸟类学家山街方摩 建造这支标本 鉴定出是全日本领土内的新纪录种 将它命名为枫野旧 风野旧之名 就像是让人惊鸿一瞥的风中野旧 随着日本战败 从此灰飞湮灭 取而代之的 则是正式的中文名字 灵雕 也就是森林之雕 直到1980年 人们对台湾的灵雕 仍然所知甚少 只知道它是一种稀有 且畜行堪与的鸟类 在秘密的亲影下 灵雕 让文宏走上了一条 不一样的生命之路 1993年的2月 当时任职于中华鸟会的林文宏 客帝去苏澳 接回一只身中猎人陷阱 而受伤的灵雕 经过受益的救治后 文宏接手继续照料 这只烧鸟 由于脚趾残废 无法掩放 最后只好由鸟会 移交给台北市立动物园 长期圈养 经过这五个月的朝夕相处 文宏对于林雕 不仅更加了解 也投入了更深厚的情感 1994年 接下了中华鸟会的 研究计划后 文宏终于展开了 林雕的生态研究 他选择的研究地点 福山植物园 百东北季风与台风 所带来的丰沛与梁株寺 拥有藏域的森林 与清澈的溪流 中华鸟会的丰沛与梁株寺 大量的附生植物 随处可见的枯栗木或是岛木 以及在这些孔系间所萌发的新生小苗 多层次的原始森林 形成了适合野生动物 栖息的丰富环境 对有幸生长在这里的外国而言 这里是他们的香格里拉 是他们的幸福之身 青葵 深井 大自 雷 雷 非 雷 雷 雷 文物之上 一对灵雕夫妻 周年再次升息 同意着好几公里纵深的领域 这对灵雕 透过那独特的火浪飞舞 深深吸引了文宏的目光 母亲的领域性机枪 会利用醒目的特殊飞行方式 来宣示自己的领域 像风涂苍鹰 是用抖动翅膀来呈现 而火浪飞舞 就是灵雕向外展示的巡演 在大西梦期中 灵雕的雨色显得特别深暗 所以英文名字被称为 Black Eagle 也就是黑雕 与大观鸟相比就十分显著 而且它有一双深褐色的眼睛 跟大观鸟黄色双眼截然不同 显得更加深邃 就提醒而言 它不但是台湾八种流气性猛禽中 逆展最长的 而且有着独特的异性 零标翅膀末端的尺差非常长 这种深长的尺差 有利于慢速稳定飞行 这种尺差的功能 就如同飞机 在主翼与风翼之间横向的缝 当飞行器在上升时 双翼上方容易产生暖流 而导致失速 这些缝隙 能让一面下方的空气流到上方 协助飞行器稳定飞行 即使在天候不佳的玉屋状态下 零标依然可以轻松地 在森林低空缓慢滑翔 巨大的身躯 能精巧地穿越大树之间的缝隙 边飞边仔细搜寻灵贯层的猎物 这是其他猛禽所无法办到的技能 零标的双翅展开 可以长达180公分 但是它的体重却很轻盈 只有1.6公斤 这种精瘦修长的身材 其实是一种射击极为完美的飞行器 它既可以是飞行缓慢的滑翔机 与侦察机 也可以随时变身为高速辅充的战斗机 为了更深入了解猛禽林在台湾的状况 1994年 文宏邀请许多同好 组成了台湾猛禽研究会 立志为这群美丽的生物做长期的记录 年复一年 这群猛禽的追寻者 不断传返这座山谷的理由 只因为要贴近那划过山林的美意 然而 即使有再多次与林雕的近距的接触 对于了解它的生活史 却帮助有些 到底它是如何烈食来养活自己 又如何繁殖来延续族群 面对种种的疑问 文宏知道 唯有找到阴巢 才能揭开林雕生活史中最神秘的面纱 2008年的春天 研究伙伴第一次观察到林雕胶尾的画面 代表着林雕将在这座森林里繁殖 让研究团队非常充分 问题是 他们会选择在哪里中吵 为了寻找林雕 文宏与伙伴多次在农密的森林中搜寻 在广旺的树海中 却总是徒劳无功 云雾笼罩着森林 漫长的追踪虽充满着迷惘 却阻断不了这群人的热情 这天有一种奇特的感应 带着研究团队持续向前逼近 在那边 呼叫文宏 呼叫文宏 有一只林雕从你们旁边飞起来了 收到 收到 我没有看到 就在那一盒间 仿佛是获得了自然的恩准 文宏找到了林雕的草 我看到一只母鸟正静定的 浮在草中看着我 似乎老早就已习惯我的存在 而我却非常的激动 见到母鸟御厨的画面 固然让人惊喜 但这并非文宏第一次看到林雕御厨 想起了四年前的旧事 让文宏心中不免生起忧心 2004年的春季 就在幸福之山里 两位也是某其研究会会员的生态研究者 江博人与陈一鸣 意外地在隐秘的森林中 发现了林雕的草 这是国内科学界所知的第一个名雕潮 这个潮位于一株附身在高达湘南上的哀娇局内 大部分猛情的潮是利用树干的分岔处作为基座 再铺上树枝搭建而成 猛情并非擅长中朝的鸟类 他们粗之大业所作的朝 看似雄伟 其实并不坚固 在多风多雨的台湾 往往一系之间 就将阴潮摧毁了 宋雀银繁殖时就经常遇到这样的迷惊 提醒巨大的铃雕 需要够大的树枝分岔处来铸巢 牢牢附着在大树上的大型蕨类 不但提供了够大的基座 而且比一般鸠银类 自己筑的潮更加坚固 自然成了林雕最佳的潮位选择 因此拥有这些大型附身蕨类的老熟天然林 是林雕 非常依赖的繁殖基地 大型附身蕨类 是潮湿多雨的原始森林指标 它们的星夜 为幽暗的林间 增添积蓄明亮光彩 研究人员曾爬上一株矮浆绝 它依附在树林至少一百年的难处上 经过测量 它的纸杏超过一公尺 可存在一个七十公斤的成人重量 而且有很好的遮蔽性 也因此收到了个性谨慎的林雕所青睐 这个非常难得找到的潮 却因地形险峻 以及树林遮蔽的限制 让研究人员无法贴近观察 孟琴研究会的研究团队 借助电子科技解决了难题 他们在潮边装了无线电传输的监视器 然后在梨朝树 约四百公尺院的地方进行录景观察 这个炒备 这个炒备 从地面看来相当隐匿 但从炒备看出去是野鸡家 可以俯视幸福之山大部分的谷底 为了要了解林雕的实性 文宏也试着透过分析实践 来获得更多资料 苗类没有咀嚼的能力 母亲是将食物大口直接吞进肚子里消化 不能消化的部分就结成实践突出 文宏在林雕夫妻固定平息的大呼之下张网 每天上山去采集他们突出的新鲜实践 回到工作室解析实践的内容后 他发现原来林雕的实物 完全是由哺乳类与鸟类所组成的 例如这个实践还有许多印刺 就是来自于低海拔森林中 最常见的鼠类 刺鼠 最神奇的是 实践中出现多次鸟蛋的蛋壳 证明了林雕 身上于袭击繁殖中的鸟巢 略是其中的幼竹或是鸟蛋 小雕成长过程中并非没有天敌 陈群结党的巨嘴鸟 就是经常清掌貂潮的 归鞋之一 还好林雕双青总能齐心协力 击退亚群 这些小雕原本顺利成长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 意外还是发生了 这一天文职负责监看电视器的团队伙伴 突然发现眼前让他惊讶的画面 这一天文职负责监看电视器的团队企业 这一天文职负责监看电视器的团队企业 会展开抢救小雕的任务 经过一天一夜的地毯室搜索 仍然无法发现小雕的下落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通过重播露室带才发现 造成意外的原因 居然是一群台湾蜜猴 原来六月中旬湘南的果实成熟了 这一天 一群多达了三四十只的台湾蜜猴群 沿着森林的数万层设施湘南果实 并逐渐接近潮水 新极的林高公廟 直到空向猴群沸窗驱离 猴群原本忌断于这个巨大的黑影 纷纷闪避 不过 毕竟寸 一心想要吃到这颗南果实的猴群 终于爬上雕巢 距离小雕尽在咫尺 现在这只小雕究竟在哪儿 它是否平安 就在所有的人都觉得彷徨无措之际 文宏望着天空突然有了灵感 小雕 林雕的七鸟一定比我们心急 而且一定比我们更快找到小雕 我们只要跟着七鸟的行踪 就能找到小雕 梦琴的势力极佳 比人类锐利八倍 文宏相信 没有人比林雕更能掌握到地面上的一切 事实证明了它的假设 林雕五秒出现了 并且速度进出山坡的某处 文宏随即跟着光有的航街入林搜寻 终于找到了 孤零零站在离朝数百公尺外的小雕 小雕要找到了 被猴群强逼离朝的小雕 比它正常离朝时间早了二十天 在飞行能力上差的状况下 只能半飞半跳 勉强站立之头 有时甚至会衰落到地面上 孤独站在枝头的小雕 经常深深替换 似乎传达着无助的心情 之后 由于小雕的踪迹 越来越难以掌握 研究记录的工作 不得不终止 这段2004年的往事 让当时的研究伙伴们 心中不眠感受到失落 文宏满心期待 希望历史不要重演 排好四年之后 2008年所寻获的零雕潮 有很好的观察角度 经过研究团队长达 那个月的详细节目 终于解开了许多零雕的生活之谜 春季 北部的森林 经常笼罩在渔屋中 林雕的繁殖情节 也如他一样的绅士 也在雨季里默默进行着 四月下旬 灰色荣语的幼小春鸟 破壳而出 为了迎接小生命的来临 双情都更加忙碌了 原来林雕并非每年繁殖 在正常的情况下 他们最快也得两年才繁殖一次 而且每次只生一颗蛋 因此每只林雕 从小都是备受双亲呵护的独身子 林雕奉行男主外女主内的责任分工 母雕负起所有将务 对小雕的照顾无微不至 显露出在猛情中罕见的慈爱与细心 而公雕大部分的时间在外猎食 它必须负起养活一家三口的重担 列了食物后 随即带回巢 交给母鸟处理与喂食 这次的调查 让研究团队更能掌握林雕的烈食模式 以及与环境的互动关系 出下的夜晚 森林是许多动物活摇的舞台 飞树在刚发嫩叶的大树上大快抖椅 母飞树就让自己有充足的奶水 来补育潮洞中的小宝宝 沉默了将一个月的黄醉叫嚣 再度对着夜空启唱 准备建立新家庭 准备建立新家庭 白天松鼠取代了飞鼠 享受着鲜嫩的绿叶并看食树皮 这些白天在林冠层休息的动物 与床内成长中的小生命 真是林雕的主要恋物 对于多数的烈士者而言 要从繁复的枝叶间 找到这些善于隐藏的猎物 绝非一世 但是经过漫长岁月的演化 林雕并没有演变为那些需要 与猎物正眼格斗搏击的壮汉 且成为轻盈善飞 身怀搜寻绝技的林间杀兽 在竞争激烈的生态戏里 拥有自己的独门功夫 在繁殖期间 林雕专门抓别人的小孩 来喂自己的小孩 就像民间传说中的虎姑婆 或像是森林里的痴妹 然而掠食与被掠食 本来就是正常的食物链关系 也是大自然的基本法则 林雕的菜单中 毒乳类包括了松鼠 飞鼠 刺鼠 以及它们的幼体 鸟类包括黄嘴角枭 树穴 各种不明虫鸟及鸟蛋 小松鼠 其中小松鼠是小雕最主要的食物 在长达四个月的繁殖期间 仅仅一个林雕家族 就可吃掉三百只以上的松鼠 其中超过八成是幼体 食量相当惊人 因此可知 林雕的存在 对于控制松鼠的数量 有着巨大的影响 随着小雕日益成长 公雕带回比较大活体的比例 逐渐增高 这是为了要让小雕自己 也能练习处理业务 七月初 已是御处末期 青雕为了鼓励小雕练飞 有时会带着猎物 在低空来回盘旋 引诱小雕跨出生命的第一步 前晚年来 大自然为各种生物备好食粮 供应着能量之间的循环 让生命深深不息 然而 随着人类的日益开发 能提供给林雕生存的风足森林 却日益减少 从三月份开始 月初期持续了四个月 这段期间 林雕公鸟每天辛苦的狩猎 来供养全家 原本一身漂亮的羽毛 也变得残破不堪 三至后期 食物的需求量更大 为了拓展更多食物的来源 这天 公鸟决定飞到远方去猎食 从空中俯瞰大地 幸福之山固然苍茂繁盛 但一离开这片区域 森林覆盖面积越来越少 越接近人类的地方 原本多样缤纷的生命力 也越加频繁 人类是否想过其他生物的需要呢 是否想过人类生存也需依赖其他生物的存在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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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